大家好 我是烫海一夜 阿峰 今天早上 早早过来打鱼 因为是要港这个潮水 没办法 但是还是来晚了半个多小时 早上的潮水涨很快 看样子的话 尽多在这边能打 能打一个多小时就得测了 水上来的很快 好了 现在马上下去 希望今天有个好收获 这边已经有好几没来了 希望天气赶紧好 有机会下山的地方去打大鱼 这条鱼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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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是小了一点 这个伦敦不够大 好久没有打到伦敦了 被很多玩家都惯念了 太酸了 我憋完最后一口气 我都不想上来 一定要打到它 所以说潜水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 在水底能遇到什么样的精绪 碰到什么样的大衣 还可以这么大 现在有一点就是水不够清 剩的地方吃下不了 水换个地方 这边斩潮斩起来不适合打仪了 到别的地方去 看能不能在这里碰到一条弄斩 不好弄了 这个大潮 斩潮斩得太快 这里下去转一些马上就走了 顶多是能打半个小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把小时的放下 我们下把小时的放下 就要把小时的放下 放下 好 好 谢谢大家 我那钻鱼一块 还丢在上面 不管了 反正就是下去钻一些 站起来 潮水太忙了 今天一个多小时 收获还可以 可能都有六七斤的鱼吧 就这条石斑 应该都有四五斤左右了 还行 这一大早来的比较值了 200多块钱到手了 还活的 两条筋不慢 还可以 大概有 六斤多到七斤的鱼 好久没有打过大石斑了 今天打了一条 好臭梅一下 太爽了 虽然这条不够大 但真的也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太长时间没有打过了 这条鱼大概都饿了十天左右都没有出来吃东西了 肚子都扁扁 还行吧 大概是五斤多到 应该是五斤多 我想今天把它拿回去煮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都等着我的吃饭 还有这个红柳鱼 但是真的没办法 这个水 这个水质不理想 时间不对 这段时间打的鱼都比较少 我希望呢 还没有吃到鱼的朋友们 多点耐心等待一下 大海茫茫 也不好找 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探海医院阿峰 今天又继续去昨天那个地方 昨天那个地方呢 还没有把它转转变 这个海底的礁石呢 特别好 今天还要去那里丰收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的水流会比较急 然后它是属于一个寒道 为了不必要引起其他一些人去这里冒险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直接就下水了 来了 开始了 今天的海底港海 收获得一滴一条 咖喽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是一个往前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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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